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神望遠的 跟著鴨子跌進去 追遠 然後這樣的時候 老闆 過來一陣 真的不要大眼睛 現在咬我還可以 哈哈哈哈 3 2 1 Action 其實這個製作對我來說 意義很重大的 梁師傅就說 要將中華文化傳承給全世界 整個劇本我們依然是堅持 用廣東話來呈現 和有武術的成分 《鐵打界》裏面來說 我都很想做這個項目 讓別人了解到中國文化鐵打 在這個媒體演繹裏面 我是一個製作者 所以首先我很感謝我的師傅 Chris Leung 因為這次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這個微電影裏面 學習很多很多東西 我看到他一個充滿正能量 很有功力 很有文化抵運 又很有技巧的一個鐵打師傅 他給了我感覺 他會去到不同的地方 幫不同有需要的人幫他們 解除他們的痛苦 真的試過被他咬一咬骨 弄好褲子後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真的有料 大家對梁師傅的認識 是關於鐵打的 近期比較少人不知道 就是他曾經都是武術角手 很欣賞Isaac 和我有一種很相似的工作人 認真 而且從頭到尾 他找到我 或者我接觸到他 也是一個很好的默契 人又很細心 師傅 師傅 我是大師傅 你來咬一下 好懶! 好懶! 今天這個攝影音都很精彩 感覺到可以 看回小時候 師傅一直跟我說 因為講到全城 他爸爸和他媽媽傳給他 他才有現在這樣的機會 所以爸爸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找到一個又要像爸爸的人 而且這個人又要飾演 又要講廣東話 又要懂武術的話 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很慶幸找到這個博士 這個角色有一個很大的驚喜給我 就是我沒想到做我老公的是哪一個 我做夢都沒想到是他做我老公 我覺得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配搭 一種感覺真的很像我爸爸 戴上他的眼鏡 然後眼鏡再看一張照片 是一模一樣的 細節到年我都感覺到 已經是我看得到好像回到我同年的時間 現在人家是一個有傳承的 有中華文化抵運的一個武術世界 我也很擔心 試試看別人的爸爸 我會勤力地學習的 確保不試試看 應該是不試試看 我不要再看一看 我會勤力地學習的 你不想摸摸線地看他們 一、二、三 他們一直集一下練功 到現在差不多四、五個小時 暫時來說,那些小演員 都沒有一個跟我說好句話 我覺得導演好帥 我以前是長頭髮 因為長頭髮是帥 我覺得這次在微電影中最好玩的就是 要用化妝和頭髮的技術 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你還原Chris師傅以前的造型 我是廣東話不是很準的 不是 對不起 我是廣東話不是很準的Magnus 這次就是演青年版的Chris Leung 剛才我就走了一些位置 給了一些銀神 我就下班了 一定是我很好戲 等了幾個小時 拍二十分鐘就下班了 好 這次我在這個微電影的角色 是一個老婆婆 這個老婆婆在梁師傅的生涯裡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個老婆婆的一句話 給她的那個信心 就形成到她今天這個 這麼成功的成就 走不走慢慢拍 7點拍到現在 現在多少點 我是Bernard Ting 我來自Flux Productions 我在這次的微電影呢 主要就是負責幕後花絮 往往最美好的不是她的結果 而是她的過程 在這次的微電影拍攝過程當中 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他們都付出了雙倍的努力 把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好 希望大家可以體會到她們的用心 Sutting Day 2的時候 是師傅第一天的拍攝 師傅就可能未習慣 兼有一種模型的壓力 因為她演了她自己 有一個鏡頭用開 整個二十幾三十個鏡頭 都未做到我想像中的畫面 我要感謝我的好朋友Miao 現場我們改了一些方式 我演一個很漂亮 很有身材 還有很有智慧的一個顧客 導演 我贏了 下來手機去開始 要不要踩身 可以 你做給我看 我不會先知演員發揮 很開心 因為我拍的 導演都很開放 讓我自己去改台詞 改表演 這些 導演願意放手給你的話 那節奏就會出來 師傅給我的感覺 是真的很虛擬 所以拍的時候 它是很大的配合 而且很真實的 都會去震味 或者這個質素做得好 被師傅側了之後 你就可以抹腳 抹腳 如果說故事本身的最大的看點 就是當時他們在印尼 這段時間 這60天裡 大家都沒有機會看到 我們都沒有坐牢的機會 當時他帶著另外19個徒弟和員工 大家是很焦慮的 會不會一錯錯幾年 大家都看他 因為監獄的燈光 它的玩法 比較好玩 有挑戰性 你知道監獄的位置不是很大 所以你把有限的地方 可以放在更多的程度 是一個挺挑戰性 其實正式來說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去拍電影 我都很擔心 先後的時候 很擔心 那個高動場 但是我就覺得 有少少很奇怪 這個編輯是關於我 為什麼我會說不出我自己想說的話呢 而我只知道 我是每一樣的說出來的東西 不是經過我的路 或者我沒有排練去做一件事 而是所有每一句說話是用心 十六次 我覺得不錯 大家不要多言十一六 我們剛才拍第三場戲的時候 師傅說起心聲的時候 大家很掛念 就是家人 聽到師傅的肺腑之言之後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感觸 這些才能叫對白 真真正正的對白 就是發自內心的對白 導演Isaac 就無緣無故哭了一大論 多了很感觸的鐘哭 在這個階段來說 其實我在哭著 我都在哭著 我真的感覺到 Isaac 是真的很用心 做好每一件事 對每一個人 無論是電視劇 短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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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另一個導演 當場哭出來 他真的很觸碰 看劇本的時候想的東西 然後看到實際素材 就覺得比我看劇本的時候 畫面更加豐富 這樣子 在剪接上會蠻好發揮的 這首歌曲 這個主題曲呢 它有一定的故事的背景 全部濃縮在這個主題曲裡面 荷島找了自演不敵的Rigman 來主唱 他給我的那個既定印象 好像有一點出入 就是在男生裡面 我覺得她還是 她的聲線是有點偏高的 曲子其實不長 然後不斷地重複 就是說要把它用一種 很有層次的呈現方法呢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我覺得Rigman 她做到 然後只是稍微提一提 講一講 其實她很快就get down 有人幫我錄歌 很久沒有人找我唱歌了 靈芝 其實她都很容易畫圍 我有什麼意見她可以接受 她有什麼意見她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這樣的合作方式 都很容易完成一件事 自己想像的畫面 是覺得這首歌應該要很平衡地唱 但是後來聽到一個 全面的demo之後 原來後面那半段很澎湃 所以唱其實都有一點難度 因為這首歌它不是很高級的歌 其實低音的歌更難唱 很多人有一個 必食的加 但是最後是看回你心裡 有否有這個加 所以我就用開加 是一個主題 想通過這首歌 告訴大家 加的重要性 還有想將這首歌送給師傅 好可愛 這一次做微電影的製作 是和書幾乎同期進行的 所以我就很大膽地 膽粗粗地去建議師傅 不如把微電影拍不完的東西 寫出一本書來 我的文筆就這麼好 我就請到我的契姐 也是前新聞主人 來幫我操筆 如果是計一日來寫的話 我是用了三個禮拜的時間來寫 因為師傅曾經說過 他本身一出生 就是武術世家 在媽媽的兔子裡的時候 他已經是 沒看到鐵打 他就知道是鐵打這件事了 就已經有了那個使命 要去做這個全城的工作了 他想繼承他爸爸的慧願 所以在這方面 我就看到他的孝順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師傅有說過 或者多一兩年 生意上了軌道之後 他會換退休 我覺得師傅不一定要退下來 他可以放慢他的腳步 可以繼續於工作、娛樂 可以一路依人 一路過著他很享受快樂的人生 我覺得還有人更加需要師傅 那我就希望這部片 可以帶到一個很好的訊息 還有你的人生 又經過地瓜 落落上上也好 堅持下去 希望這個打在裡面 可以帶到你們 入氣 找回你自己 曾經因為李小龍的出現 他令到牛津字典 加上一個中文字叫做功夫 所以我希望 我盡我自己的面力 把這個作品拍好 令外國人更加認識鐵打 希望他朝一日 牛津字典 加多個中文字 就叫做鐵打 作詞文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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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文字典